各位早晨,歡迎收看這一節天氣 我是蔡子純 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後風 今天繼續影響廣東沿岸地區 香港今早的天氣都頗凌涼 去到早上六點多鐘 見到香港各區的氣溫普遍 都介乎在13至15度之間 如果早出門口的話 記住都要穿上一件外套 看看在大範圍的衛星影像 就可以見到中國東南部 就有一些雲層覆蓋著 不過剛剛在香港和珠江口以西的地方 天氣就比較好一些 我們預計香港今天的天氣 早晚就會是部份時間多雲和天氣清涼 日間就是大致天晴和乾燥 最高氣溫預計會上升到20度 會吹著和緩至清淨的偏北風 而離岸會是間中吹強風 還有提提大家 今天是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 大家記住要小心火種 回到一些電腦的預測圖看到 接下來的幾天香港附近 廣東沿岸地區的雲量也會慢慢增多 電腦模式甚至預測 我們附近可能會出現一些雨區 我們展望在明天的時候 都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但之後的幾天就會漸轉多雲 而早上就會相當清涼 一至明天說到這裏 下次再見 再見 再見